吃饭隔壁捉一对小情侣 那个姑娘就上洗手间 然后那个男的就 冲那个姑娘离开后 坐那个位置就叹气 叹息 那姑娘买了四大袋的东西 堆呢 乱七八糟的 然后那个男的就站起来 就给他收拾 特别会收纳 把四大袋的东西 归纳成两袋 然后我同事就旁边 特别羡慕 说 哇 这个男人好贤惠啊 对 贤惠这个词 以前说女人呢 但是现在放到一个男生身上 好像也是 没什么问题 天衣无缝 然后也有很多姑娘 特别羡慕有这种贤惠的男人 是吧 谁说男人就不能精打细算 谁说男人就不能贤惠 谁说男人就不能温柔 谁说姑娘就不能大齿 谁说姑娘就不能豪爽 那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 你真的需要一个 像你说的那样 特别男子孩子 该大男子主义的人吗 你真的需要一个 那么默默唧唧的一个女生吗 这是你们以为自己需要 还是你们真的需要 你没有试过 你觉得我的女朋友 找的都是那样的 所以我也应该找一个那样的 但是你的性格 如果找一个特别大男子主义的人 可能你们就天崩地裂 每天都是打雷闪电 天天吵的不能再吵 你要找一个默默唧唧 可能就两个人 就天天在那生闷气 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以为自己需要 和你们想要的是截然不同 你们现在真正的问题 其实根本不出在这儿 你们真正的问题在于 你们正处于一种 亲密关系的磨合之中 你们发现 我的感受 不被对方重视 所以你们归结到 你特别像个姑娘 你特别像个男人 你们归因错了 不应该归因到上面 你们应该归因到一个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住在一起 我们刚刚形成一个亲密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那么来 关心我的感受 就是两个人 从我变成我们之后 我们丧失了一部分的选择权 以前你不想要的 你就可以说我不要 但是现在不行 现在你得问他 你想不想要 问题就出来这个地方 所以你们现在更需要的是 去关心对方究竟想要什么 然后去问自己 我能不能为他想要的东西 而去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就是夫妻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琦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